世界棒球12强复赛 昨天晚上中华队迎战韩国 这次除了是大发威送给韩国一颗鸭蛋之外 中华队还是以7分的大比分胜出 让全国上下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像是新北市中和分局分局长跟同仁 为了要庆祝中华队的胜利 在今天下午3点钟 也在井直旁发放了700份免费鸡排请民众吃 在新竹也有人发200份鸡排 那么在嘉宁也有网红实现他之前的承诺 请大家吃便当 民众大牌长龙领鸡排 仔细看地点就在警局门口 想拿免费鸡排只要说出通关秘语 中华队加油 中华队加油 大喊中华队加油 原来12号晚间 攸关台湾能否晋级东京奥运的12强棒球赛 中华队以7比0完胜韩国 新北市中和分局分局长和警察同仁 及地方人士决定发放免费鸡排 跟民众一起欢庆 昨天大家赢得非常快乐非常开心 所以马上就同仁有这样的心马上附和 附和了以后 我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原本预定发放300份鸡排 没想到民众实在太踊跃 加码再加码 一路追加到700份 让民众相当开心 知道有打棒球赢这个活动 然后在社团看到 然后就来凑个热闹 中华队加油 赢球发鸡排 不知警察自投邀包请民众 在新竹清华大学 也有店家 因为中华队赢球在校门口发鸡排同乐 另外也有网红对线承诺大方请客 选在嘉义知名烧肉便当店 免费提供100份便当给民众领取 只要一句话就有一个便当 民众获得小确信 可以饱餐一顿 店家也乐得开心 有生意上门 这综合报道